宋慧喬在新劇黑暗龍要將花生復仇女王 不過戲還沒上就先吵一波 日前先被還沒爆 在記者會上面無表情 還有韓網友說他嫌老態 最近又被說要求刪除已經曝光的貼文影片 意外引發討論 大家就紛紛猜測下架原因 有人說應該是沒有修圖吧 還被發現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有網友公開之前巧遇 宋慧喬跟宋忠基還在一起時 拍下兩人的照片上傳 就收到宋慧喬經濟公司要求刪除的訊息 因為大家就猜應該是因為照片不好看 或是沒修圖才被暇架吧 對此製作方也做出了回應喔 影片主要是為了感謝大家喜愛2022年播出的作品 但黑暗龍要尚未開播 所以不符合主題所以刪除啦 而角色海報的部分 是因為文案跟動的關係才會重新PO出 不過據了解這一切都不是巧避方的要求 所以大家不要亂囊補啦